大家好,我是小梗 繁殖小梅子偷钻石的两个小陷阱 请坐好来 一路狂奔小石子 打到脸蛋特别疼 你们看,满满的石子哦 给予小梅子警告 要是小梅子还执迷不误 近来看到这个问题 以小梅子的暴脾气 当然会选择不是 然后就会被我这两块 想想发亮钻石块 深深的吸引住 殊不知就会 蹦,大爆炸 然后就会狗呆了 现在还有另外两个选择房间 顺着这傻子进来的这间房子呢 就是我准备放转神的地方 不过,小梅子也是经常玩解密的 可能会骗不到她 所以呢,我还要继续升级我的陷阱 咦,还有一个设的通道小房间 也不能浪费 也要设计一下小陷阱哦 诶,可以放一些小地刺 哎呀,地刺的伤害真的高 吼吼,疼死了 好嘞,这个通道就做简单一点吧 因为进来这里 说明小梅子选择相信自己是傻蛋了 我们就给点教训就行了,对不对 现在,重头戏要来了 要是小梅子真的真的发现了 这条场有真正保障的密度 那我就不客气 接下来,不要做了陷阱 小梅子只会有去无回哦 你们也可以选选 凡只坏蛋偷东西的终极陷阱 首先,在门口这里 左右两边各放一个推拉机械壁 旁边再放电能产生机 两块木板就随之关闭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接着在下一格的位置放电能征服器 记住哦,方向一定要对准机械壁 然后再用电能线 电能征服器连接到门口 你看,就像这样子啦 最后,在门口上方放感压力 当我走上去的时候 等等,两个木头就打开啦 嘿嘿,最刺激的一步要来咯 在木头打开的地方 挖一个三格深的小坑 然后倒入岩浆 这样陷阱就做好啦 让我车射一下 哎呀,好痛好痛 对啦,木头是不能与岩浆接触的 否则就会... 哎,赶紧把岩浆收回来 呼呼,差点就出大事了 哦,对啦 铁块和金块是杀不了 嘿嘿,在这里放金块就可以啦 一方面防火 另一方面也可以引诱小梅子 我实在太聪明啦 呼呼,一方功夫下来 总算做好了 想想,小梅子以为自己发现了宝藏 很兴奋地走过来 然后,然后就会变成烧猪啦 这样就不怕小梅子抢我的环金钻石啦 嘿嘿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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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